北京时间9月29日,NBA季前赛节目战,凯尔特人篮球事务运营总裁丹宁安吉接受腾讯体育专榜,他表示不知道球队能否跟勇士邓豪强倉腾,他很喜欢球队现在的阵容。 凯尔特人不仅通过自由球员签约和交易得到了大牌球星,还通过学习,凯尔特人不仅通过自由球员签约和交易得到了大牌球星, 凯尔特人还通过选秀囤积了很多优秀的年轻球员,比如杰伦布朗,杰瑟塔图姆,罗奇尔,马库斯斯马特等。 如今,凯尔特人不管是首发阵容,还是替补阵容实力都很强劲。 对,首发和体育都极具竞争力是我们的优势,我们有很出色的球员,同时我们有很强的阵容深度。 安吉说道,我认为我们为一切都做好了准备,除了伤病这些不可控因素,在如此长的赛季里,我们希望球队能准备好在这个赛季打100场以上的比赛。 今年夏天,勒布朗詹姆斯离开东部转头胡人,这是詹姆斯生涯第一次加盟西部球队,东部王座出现空缺,凯尔特人被看好成为东部新王。 对此,安吉说道,我觉得东部是实力很强劲的联盟,我们在东部要面对激烈的竞争,但我很喜欢我们的团队,我认为我们的团队会表现得很好。 上赛季凯尔特人在宝受伤并困扰的情况,下人拿下55场胜利,常规赛排名东部第二类紧次于猛龙,季后赛凯尔特人一路杀到了东部决赛,最终在场期大战,因为经验的贵宝输给其是无缘总决赛。 新赛季,凯尔特人不仅瞄准常规赛东部最佳战绩,同时也坚持总决赛,谈及球队目标,阿吉倒是比较低调。 他表示,你知道我一般不谈目标,我的职责是管理球队,我喜欢我的球员和教练去考虑这些问题,上赛季我们失去了海卧的核文,本来我对球队的期望值很高,但好的一面是我们的球队相信自己,证明了很多人的想法是错误的。 他们的表现超出了我的预期,今下猛龙进行了大交易,他们送走了德罗赛,破尔特尔和首轮千换来了莱昂纳德和丹明格林,坦说莱昂纳德健康,恢复到受伤前的水准。 莱昂纳德健康,莱昂纳德健康,尤其是他们的防守,莱昂纳德和格林都是外线防守大闸,我觉得莱昂纳德是一个很出色的球员,安吉在谈及莱昂纳德运作时说,但同时他们也损失了德罗赛这样一个优秀的球员,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相遇会怎样,我知道的是他们的表现会很优秀。 上赛季凯尔特仁打出了联盟第一的防守,在欧纳和海沃的回归后,凯尔特仁的进攻有了升级,他们能否跟勇士等强队抗衡,安吉说道,说实话,我不知道,但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打球,我们会找到答案的,采访卢与其王会赢,整理从一打到五。